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 今天早点有我周天卫 和大家讨论时事 今天主要想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想说本地的 就是民主党在12月3日改选 罗建希只有一个人出来选主席 他的说法就算在狱中主席 都是一些平常事 第二个话题就要讲讲英国 英国首相辛惠成发表演说 因为他没有再说中国对英国的威胁 被英国有批评他的说话 好像捉那么稀 曾经是反对派第一大党的民主党 因为盲撑黑暴 盲反政府做错太多错的决定 甚至有成员做出违法的事 而要坐牢或者现在还压中 包括前主席何俊仁和杨森等等 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大量的党员就跳船 导致人才凋零 现时民主党在立法会里面就没有议席了 区议员方面只剩下七个 相比起1998年 第一届立法会民主党就有13个议席 以及2019年区议会就拿到91个区议员的光辉日子 你想想现在相比之下 只有两个字就是凄凉了 在财政方面 民主党也多次公开表示财困 因为多名成员被控 你想想只要支付他们的堂费 就是重费 你想想都是不少钱的 再加上没办法无捐 又不可以搞些筹款晚宴 几乎是得有出就没有进入的状况 当日的第一大党 今天就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迷理团体了 人又没有钱又没有 民主党都是死不断气的 下个月改选主席和中委会 在没有其他人参选的情况下 罗建熙就一个人报名 就说要尋求连任地说 至于民主党两个副主席的席位 就会由前区议员莫建成和 吴凯恩参选 不用争 一人一个位 所谓属中无大将 廖化作先锋 2020年12月 民主党都没有其他选择之下 就选了罗建熙出来做主席 去到今时今日12月 又是在没有选择之下 罗建熙就说出来选 希望连任 只有一个候选人本来就没什么问题 但罗建熙他本身就有罪在身 他就涉及在2019年11月18号 尖沙咀一带干犯非法集结罪 今次他就僥倖 就不需要坐牢 虽然事前他已经表明了 他说若果真的入了狱 他未能够履行职务 党务就将会由中委负责 但明知有可能只坐牢 都要走出来选 其实这些就算选出来的主席 都是比较疑的了 罗建熙还说 狱中主席是一件平常事 就算入了策 狱中都有很多狱中可以思考的地方 叫大家要慢慢习惯这些不正常的情况 在今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民主党就不派人出来参选 也不让党员自己出来选 拒绝参与议政 已经令到大家都觉得 支持他们这个党的人 其实对他们非常失望 作为一个党 你自己又不派人出来参选 亦都不让自己党友出来选 你其实说真的 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现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 还要苟然残喘 其实都挺难看的 与其硬硬死撑 不如引刀成一块 早日接党好了 我们转个话题了 英国首相辛伟成 变念即是快过火箭 他在G20峰会期间 说过中国是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但转头又改口 就将威胁改为 较温和的系统性挑战 为何新卫城之前 就说中国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呢 就是因为西方近年 其实吹的仇恨中国风气 你要寻求支持者 就一定要参与这一套仇宗闹剧 总之逢中必反 反得越激 支持你的人就会越多 但盲反是要有代价的 中国崛起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 与中国合作共同发展经济是大方向 亦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 反中拒绝与中国合作 搭不上这帮直线向前的经济列车 结果有板来看了 英国现在正是含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衰退 新卫城又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他在11月29日 他在发表重要外交政策演说的时候 就说英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黄金时期已经过了 中国对英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所作出的系统性挑战 随着中国走向更加专制 这些挑战将会越来越激烈 不过他同时都警告避免和中国冷战 会继续采用外交和其他接触途径 去处理一些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事 而在他领导之下 英国就会以积极务实的方法 去抗衡国际竞争者 今次他演说里面 就已经没有再标签中国是英国的威胁了 即是说这个世界 其实多朋友总好过多敌人 就算做不到朋友都不要变成仇人 身为仇中成员国的首相 辛惠成要说出这番说话绝对不容易 因为他真是明白 万反中国并没有好处 要在大势之中寻求 和中国共同发展的方向 只是唯一可以走去的路 不过今次英国政坛 无论是同党和不同党 都一起指着辛惠成的鼻骂 其中保守党国会议员史密夫就说 说辛惠成口中所说的积极务实 其实是等同讨好中国 在野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莱米 更加说辛惠成的演说 空洞无物 好像足够稀 受众力度不够 就被人说他演说好像足够稀 又说他比不上上一任 只有45天的卓慧斯 记住45天卓慧斯在职的时候 到底英国现在是否只需要一个 空谈仇中的首相呢 还是需要一个有能力 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的首相呢 在11月26日 辛惠成表示就会考虑提高留学的门栏 减少一些移民人数 可以看到他根本 其实是真的想去处理英国现时的危机 但是仇中政治气氛盛行的今天 似乎不容许他做实事 而是要他做一个政治演员 高举反中其次去做一个大龙凤 这个情况对英国对西方国家来说 是否真是一件好事呢 怎样都好我们继续看看英国手上 接着会怎样行 好了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